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4月1号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专 今天要咱们讲一个特别魔幻的事情 虽然今天是愚人节 但是这件事情是百分之百保真的 那就是在中国 被称为全世界最安全的中国 在被称为全世界最安全的中国的 最安全的家里面 一场大风 把三个人从楼里边刮霉了 对你没有听错 不是什么玄幻 不是什么盗梦空间 就是好好的人在家中坐 祸从天上来 普通的一场雷雨 刮起的大风 把这家门啊 整个的墙面窗户全刮霉了 那三人坠楼不治 失去生命体征 那么很多网友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情 到底是因为风太大 还是因为楼太破 还是因为豆腐渣 到底是哪种 说什么都有 有些人说了 你别死黑 这死兔子 你就是知道黑中国 这就是风太大了 咱们今天就讲事实百道理 我给大家展示各种各样的证据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因为风太大了 还是因为楼太破了 好吧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 好 那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新闻的详细报道 根据中国相关媒体报道 4月1号 中国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的叫 尾梦清水湾小区 发生了两起被大风吹落的坠楼事件 大家看这个图片啊 图片显示说 2点58分 叫临风相隔某栋某氏刘某女64岁和徐某男11岁 从家中坠落 然后3022分 同样是这个地方的某氏女60岁从家中坠落 那么经120现场抢救 三人均无生命体征 那这样 这风到底刮成什么样了 咱们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视频 看看这风到底有多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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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是你的势众 是什么意思 是你 你要走 你一定要帮你 你又要帮你 好 那么视频看完了 这其实是两个视频 从第一个视频 你看那个窗户 整个被摇的这个风窗 被摇的这个慌慌乱想完了以后 还进水 你就知道这个风力确实是不小 这首先是客观事实 通过事件后面你看这图片 整个你看得出来 这个小区迎风这一面 可谓是四马平川 远处虽有小区 但是中间的广大的控场 又是小区高层 是绝对有足够的速度和空间 让空气能够跑起来 形成大风 所以远处又是山 这种山里边的对流天气 再加上整整整整整 这个什么昼夜温差等等 这些气象的这些 我不太懂的东西 综合在一起 形成墙对流天气 是没问题的 但是有一点您可别忘了 您千万别把这个罪责 全都归咎到这风上 为什么 因为这种风再大 能有台风大吗 对吧 中国广东沿海 年年打台风 怎么没听说过 有人从楼上吹下去 注意这是广东 或者台湾的朋友 马来西亚的朋友 也经常面对台风 怎么也没有这个情况呢 这就说到一些装修 施工上的道理 我还专门去请教了相关的朋友 查了相关的资料 我一看这个问题八九不离十了 怎么呢 咱们分几个层次来看 首先我们说楼啊 看这图片 以前的老楼是没有这种落地窗的 对不对 以前的老楼为了采光也好 它都是齐人腰这么高 然后呢 这个窗户打开 你是风窗也好 外面加护栏也好 至少人是在半腰的地方 才是窗户 这个楼与楼之间 这个距离就相对来就是小 窗户的这个宽度就小 那么受到风雨的时候 它承受风雨的这个结构的力度 相对来说抗压力就更强一些 这是首先从结构来看 你看你看这两张图片对比 一个是比较古事 近代的这个小区楼 一个是现代的 不可否认现在的漂亮 但是漂亮往往叫什么 要多花钱 就是你漂亮 就从昨天咱们讲 小米这个汽车的时候的道理一样 六边形 三角形的内角核 永远不会大于这个180度 那么你在漂亮上花了额外的功力 那么你在质量上就会有缺陷 所以你既然在生活中 你又想要漂亮又想要质量好 你就要额外加钱 我给大家详细列几个数据 比如你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就是网传的 所谓的叫什么 叫窗户施工 风窗施工里边的顶级网者 铝包木或者叫木包铝 这种结构 典雅大气上档次 不怕风吹雨淋 而且是铝包木 木包铝都行 根据整个房屋的气质和外观 灵活调换 这种结构 2000块钱人民币 就我查到的资料 2000块钱一平米 一平米窗户 这个价格 所以一般是高档小区才用得起 毕竟是真材实料 那这个人掉下去这个小区 肯定没用这个 对吧 就咱们看到第二个视频里边 那个家长算反应快的 赶紧抱起自己的孩子跑 没有被吹掉窗户的一个屋里 明显这个地方是客厅嘛 对吧 中国这个布局你都知道 这是客厅的位置 那掉下去的多半就是老人 可能他睡觉的位置就在靠窗边 风一刮往回一吸 不要紧下去了 对吧 那么如果他们用上这种结构的窗户 不会有问题 风吹不破 这种东西2000亿平米 甚至包括再下一等的窗户 在广东沿海 台风频繁爆发的地方 都有安装 没有脱空减料的 因为知道经不起这个风雨的检测 你再能够行贿 你能行贿质检局 能够行贿中国这些官僚 你能行贿得了台风吗 台风不吃你那套 所以为了口碑 老老实实的 还是要时工时量 只有在中国其他的地方 台风不直接侵袭 或很少侵袭的地方 才有出现偷工减料的机会 那您别急 咱们继续往下看 刚刚说了 这是王者材料 还是第一个 咱看下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呢 就比那个上一个次一点 这个图片叫断桥铝 很多搞中心的朋友都听说过 是吧 对断桥铝很有名 它逐渐替代了以前的 一些铝合金的这些窗户 那么断桥铝的结构 里边有一层 这叫什么 纤维呀 或者胶一类的东西 能够起跳一个隔温的效果 这样的窗户呢 保温效果好 但结构强度也好 美观也好 那就比上一个铝包木的这种 要差很多了 但是也能用 也不错 也是目前市场的中间力量 如果说在台风区域里边 用这个窗户 时工时量 也不会出现被吹落的问题 而这个价格比那个要便宜一些 每平米根据市场价格 三四百到一千块钱不等 上一个是两千 一千五到两千 这个是三百到一千 是吧 您记住这数字 再看下一张图片 下一张图片 这个就很多人很熟悉 是吧 叫速钢 它是PVC和钢的一种混合结构 这个玩意儿市面上有多便宜呢 一百到一百六左右 最好的两千 中等的这个三百到一千 这个一百到一百六 便宜 而这种窗户 你看图片 就是很多家庭常用的一种东西 很多常用的一种东西 而且更损的是 中国市场有这么一批人 他们专门干一种活 就是把这个所谓的断桥铝的结构里边的一部分 它给你替换了 替换成那种PVC结构 从外观上看 你看不出来 跟正常的断桥铝是一样的 你装上去 从外观看也没问题 但是真正遇到需要空气 需要大风来检验的时候 你看咱们之前的视频里边的片段 不停的往里酿水 说明什么 说明结构材负不过过 对不对 结构材负不过过 而且这还只是从材料学方面 施工方面还有猫腻呢 我查询了一些资料 问了一些朋友发现 施工的时候 你比如说 它这个窗户你得开吧 虽然你封窗了 总得透气吧 它是这种往前推一下 或者左右滑的 甭管哪种 开一个角度的 甭管哪种 它里边需要这种连接的这种把手 和这种四连的这种扣 这个玩意儿 正品和中国山寨品这间价格差距十分强烈 正品的足弓 叫实弓实量 遇到这个大风强度也OK 那个能够拉得住这个窗户 不止让风水灌进来 而你看现在视频里边这样这种 嘎不住的 明显肯定用的是劣质的国产山寨的 这个相关的结构 而同样的封装 师傅给你报价的时候 可是按照原装好工好料 给你报到价 然后以次充好 就有业内的朋友算过说 就这么一个封窗 一般家庭客厅里的封窗 做下来的话 少说给你坑个2000到3000块钱 没有任何问题 还有它那个外面封装 会用这个胶 对吧 是泡沫胶还是结构胶 结构胶是哪的牌子 是国产的 是进口的 是好牌子 是赖牌子 这些东西整个算起来 每一项给你抠个几百块钱 这边抠个几百块钱 那边抠个几百块钱 整个算下来 两三项情况就出来了 所以很明显 在中国的一些像南昌这样 并不是中国很发达的一线城市 就给了很多人 刚刚咱们前面说 没有每年台风来检验他们的质量 所以就给了这些奸商们可乘之机 当然最后咱们得说一点 就关于咱们看到这个第二个视频 就是这个家里妇女赶紧把小孩抱走这些视频 你再仔细回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们把声音掐了 你会发现在这个视频当中 这个窗户突然断裂 是这个屋主把房子这个窗户的结构进行了改装 正常情况就算是这种房屋的结构 开发商会有一些钢纤打在这个窗户里边 然后围成一个半圆 就是一个围栏 有些人为了美观 把下面这些全拔了 然后再整体的做这种整体采光的这种玻璃 确实好看 确实看起来高档 但您要用好料 您要自己监工 别让他们偷钱耍滑 所以这种整体的结构 取消了这个窗户一半的这种长度 而且是钢签的这种钢筋混凝土的这个强度 之后你全用这种劣质的塑钢 里边还加了PVC的这种劣质的材质 说是断桥铝实际上也没有断桥铝的强度 还收里断桥铝一样的钱 那大风来之后 可不就从中间给你直接捶 这个捶爆了吗 那有经验的朋友知道 比如说这么粗一块木头 这么粗这么宽的 这么一块木头 你这么大块方块 你让砖头给掰折 我掰不折 但是你这么长一米的呢 中间一歪就折了 对不对 这很简单的物理学和这个几何这个道理 我就不加赘述了 所以这里边商家 用户 客户 住户 自己本身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谁让你这么施工的 对不对 当然也可能他们的责任是少的 是说被装修的单位骗了 人家给你几个方案 这个好看 强度没问题 没问题 您放心吧 教我们身上 又想让人家挣钱 又要偷工减料 然后挣完钱拍屁股走人了 才酿成如此大祸 所以这件事是一个小事情 虽然它很魔幻 中国说了说非必要不出门 什么意思 那就是家里安全 对不对 你在家待着就好吧 现在家待着也不安全了 家待着来场风就给你刮跑了 我就没见过这么搞笑的事情 你说有的房子龙卷风来了 只想像我们美国这边 整个龙卷风来了 给你房子都掀了 没人能说什么 找保险公司呗 是吧 还能讲吗 没有人会怪这个房子的问题 因为质量有相关的检验标准 龙卷风的属于不可抗力 但没办法 其他时候没有说刮个台风 刮个正常的东西 就把这些有质量标准的房子给侵吞了 你要说平时那个什么Lowse 什么什么那些Home Depot 买的那些变异的简易的公寓房 或者随随拆的房子也倒了 那是另外的事情 正规的房子没有这么轻易 它有不同的级别 对吗 老百姓心里住的踏实 你这中国房子 谁知道下一次是什么呀 咱们之前还说过 中国有那个底伤 是吧 闲着弹腾把承重墙打了 你就祈祷这地方 别地震别大风吧 别到时候这个 因为打了一两栋承重墙 最后给这地方直接给干废了 整个楼半夜睡着 这次窗户没塌 楼塌了 都买里边全得死 谁都活不了 对吗 所以中国现在真的是当务之急 进入2024之后 你们每个人应该要了解一些装修和相关的这些知识 尤其是如果你是家里边要结婚的新装的房子新封的这个窗户 你自己得了解一下别都那么相信那些工匠 中国这帮商人一个一个的怎么说呢 有好人但是还有更多的奸商 在那里坑蒙拐骗 你一个不小心可能掉下去 下次掉下去的就是你家的亲人 你家的老婆孩子 你说冤不冤 11岁的小男孩 就倒在这帮奸商手里头 那好观众侯们 今天咱们小调就聊到了这里 在眼下这个底层玩命互害的中国社会 我再次鼓励再次强调 您生活在那儿的话 您得提起一万个小心来 每件事情必须要亲力亲为 才能捍卫好您和您孩子家人的生命安全 好吗 这是我今天做节目的一个主要目的 那对于本期内容有什么观点看法 有什么我说错的地方 有什么高人要指正 欢迎评论区留言 如果喜欢这段视频的话 欢迎您点赞订阅 打开旁边小铃铛 这就不会错误节目了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